缓了几秒 克莱恩开启灵式 环顾房间 只见飞红的月光下 雪伦夫人的卧室布置得奢侈而华丽 厚厚的地毯 宽敞的空间 天鹅绒制成的被套 凌乱摆放着各种护肤品和化妆品的台子 闪烁着不同光滑的珠宝首饰 半开半眼的衣帽间 随意扔在摇椅上的轻薄衣物和吊带丝袜 镶嵌着金丝的诸多摆设品 一一映入了克莱恩的眼睛 而整个房间内最吸引人眼球的则是一幅未完工的油画 上面是裸露着身躯的雪伦夫人自己 她鹤发如铺 综眸仿佛临终小鹿的眼睛 唇洁水润 但弯眉翘眼 挺鼻娇唇 又勾勒出了成熟女性的妩媚 两者以一种矛盾的姿态被柔和在一起 却散发出惊人的魅惑力 脖子往下 克莱恩只瞄了一眼 没有戏桥 这并不是假正经 他连对方的小污片都看了 还怕什么小黄兔 他的注意力被油画旁边的颜料 盘子 画笔 以及一面镀影的全身竟给吸引了 这样的组合 这样的摆放 这样的位置关系 让她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那就是这幅油画的作者是雪伦夫人自己 而非她勾搭的某位画家 一个容貌动人 身材出众 又妩媚又纯真的女子 脱光衣物 边照镜子 边描绘自己 记录美丽 这样的场景感觉怪怪的 雪伦夫人未免太自恋了吧 克莱恩无声咕弄了一句 收回目光 开始翻找可能存在的犯罪证据 按照伦纳德和弗莱的教导 他一直戴着黑色手套 每翻找一处 都要预先记住原本的样子 以便事后复原 对于一位占卜家来说 这没有丝毫的难度 如果忘记 用梦境占卜的技巧可以轻松回忆起来 当然 今晚出门前 他也是给自己占卜过的 没有危险 相当顺利 这是一位合格神棍该做的事情 哪怕我已经是小丑了 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 花费近20分钟搜寻完了雪伦夫人的卧室 没找到任何值得关注的事物 也没看到半点灵性光芒 最后 他停在了房间一角的保险柜前 铁灰色的他有一米高 又厚又重 给人异常坚固的感觉 似乎搬来炸药 也别想弄开 真有争气时代的特色啊 里面肯定具备极端复杂的机械组合 克莱恩尝试了一下开锁 可耻地遭遇了失败 他将保险柜的事情暂时推到最后 摘掉左手手套并取下了万步缠绕的黄水晶吊坠 握住银链 任由灵板下锤 克莱恩并除掉房间内香味带来的燥热 进入冥想的状态 他眼眸转身 滴滴自语道 这个房间有密室或者暗格 这个房间有密室或者暗格 七变之后 克莱恩的眼眸颜色恢复正常 目光望向了黄水晶吊坠 看见他在坐逆时针的旋转 这表示否定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离开雪伦夫人的卧室 按照刚才的流程 悄然翻找完了书房 起居室 日晒屋等地方 但都未能发现有用有价值的线索 他之所以不用补账寻物法 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掏出有芝曼花纹的银制怀表 他按开看了一眼 确认了时间 然后反身走回雪伦夫人的卧室 小心翼翼关上木门 克莱恩拿出仪式银笔 喷勃秘灵性 让他与自然力量结合 封锁了整个房间 他要自己召唤自己 他要用灵体的方式钻入那个厚重的保险柜 检查里面的物品 也不需要懂开锁 克莱恩用中文嘟囔了一句 因为是向自己祈求 所有的流程都可以从简 不需要那么讲究 所以克莱恩拿出一根掺杂了檀香的蜡烛 随手用灵性点燃 就算布置好了祭台 我 我以我的名义召唤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 挥晤之上的神秘主宰 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咒文声回荡于雪伦夫人的卧室内 克莱恩的灵性涌出 和烛火柔合成了灰白的 巴掌大小的光幕 紧接着 他逆走四步 穿透嘶吼 进入了灰雾之上 看了眼古老长桌最上手那张高被以后面的召唤之门 克莱恩正想回应 呼得争了一下 反正都进来了 顺便做个占卜 看能否发现什么线索 在这里 除了干扰会被排除 我的能力还是有一定增强的 而且我身体所处的环境 让现在的占卜相当于使用了雪伦夫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她坐了下来 在面前具献出羊皮纸和原副钢笔 占卜什么呢 克莱恩陷入了思考 雪伦夫人有问题 不 谁都犯过错 谁都有一定的问题 雪伦夫人涉及犯罪 双引号 这个也不够严谨 身为交际名花 混迹政治圈子 牵扯上一些肮脏又无法指正的事情很正常 而且犯罪由什么来定义 鲁恩王国的法律 还是印第斯共和国的 或者我的自由新政 面头翻滚间 克莱恩不想耽搁时间 毕竟她的肉身还在现实世界 于是 她打算就确认一下之前做过的几次相关占卜 拿起钢笔 无需书写 她面前的羊皮纸上就呈现出一条占卜语句 约翰 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 这是克莱恩去梅纳德议员家 帮警方通灵时 做过的占卜 当时的答案是否定 握着银链 让黄水晶吊坠只差一点就接触到羊皮纸上的单词 克莱恩半闭住眼睛 默念起占卜语句 约翰 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 约翰 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 足足重复了七遍 她睁开双眼 望向领摆 瞳孔豁然一缩 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的转动 而顺时针的转动表示肯定 梅纳德议员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 克莱恩凝望着缓缓平复的领摆 心头翻滚起了巨浪 我当时的占卜被人影响了 干扰了 雪伦夫人是非凡者 相当厉害的非凡者 或者她背后有这样的人物帮忙 共同谋划了梅纳德议员的死亡 为的是除掉这位市长宝座的有力竞争者 为的是除掉新党未来的下院议员 一个个想法闪过 克莱恩又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 雪伦夫人是非凡者 依旧是默念七变 依旧是灵白法 克莱恩借助自身所处的当前环境和雪伦夫人有关的部分资料 完成了占卜 看到了答案 答案就是黄水晶吊坠在顺时针转动 答案就是肯定 雪伦夫人是非凡者 克莱恩心头一紧 没再耽搁 当即响应了自己的召唤 推开了那扇神秘的大门 混乱与眩晕之后 他看到了雪伦夫人的卧室 也看到了自己 克莱恩半漂浮半飞行的来到笨重保险柜前 探出右手 小心翼翼伸了进去 既然雪伦夫人是非凡者 他就必须提防对方在保险柜里布置有陷阱 而这种掺杂了神秘空间些许力量和自身大部分灵性的灵体状态下 克莱恩无需再占卜 仅是靠近危险 就能得到提示 绝大部分占卜的本质都是依靠心灵体遨游灵界来获得启示 简单说就是源于本身灵性 接近透明的手掌穿过厚厚的金属门 克莱恩没察觉到丝毫异常 上下左右都扫了一遍后 他豁然前扑 整个灵体都钻入了保险柜内 他看见里面分为三层 一层摆放着制式的金条 厚厚的钞票和更加贵重的珠宝 一层有许多缺乏封面的文件 克莱恩鼓起腮邦 吹了几下 没能成功翻开 看到里面的内容 嗯 等下携带阿兹克先生的同哨再试一次 克莱恩之前就试验过了 用灵体完全包裹住扬颜符咒和阿兹克同哨的情况下 这两件物品可以随之穿透障碍 似乎变成了半真实半虚幻的存在 保险柜最下面的那层相当诡异 只放了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眉睛目秀的年轻男子 雪伦夫人以前的恋人 他们被强行拆散 雪伦夫人不得不嫁给了老男爵 于是开始堕落 浪跡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床上 但他内心的深处 还保留着一片纯洁的土地 每当夜深人静 就会拿出这张照片 流着眼泪磨缩 克莱恩瞬间就脑补出了一部哀婉凄凉的言情大句 但是 他越看越不对劲 因为照片上那个年轻男子 似乎 大概 可能 和雪伦夫人长得有点像 雪伦夫人的弟弟 他是非凡者 操 他不会也是魔女途径的吧 和教唆者特利斯一样 克莱恩心头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把他自己给吓了一跳 特利斯之前为什么会逗留于亭根 是因为他有同伴在这里 克莱恩仔细观察照片 愈发觉得那个年轻男子和雪伦夫人颇为相像 他近乎透明的脸庞做出呲牙咧嘴的表情 觉得自己没法在正视之前那个小污片了 收敛情绪 克莱恩又摸索起保险柜的四周 看是否藏着别的东西 虽然现在的他无法拿起纸张 但穿过物品和穿过空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同密度的物品之间 感觉也不一样 摸索中 克莱恩忽然一争 他与保险柜靠近墙的那一面 摸到了一个空洞 一个加层 确认没有危险后 克莱恩钻了进去 视线内映照出了油膏 熏香 草药粉末等物品 映照出了一个白骨雕成的神像 这神像巴掌大小 隐约是个漂亮的女子 头发非常长 一直延伸到了脚踝 并且根根清晰 粗壮如同毒蛇 在每根头发的顶端 还雕刻着一只眼睛 他们或闭或争 密密麻麻 克莱恩吓了一跳 闻到了某种协议的味道 慌忙退出了加层 他终于明白刚才占卜密室和暗格失败的原因了